把刮鬍自串公式改成刮鬍自串沒有公式的話 那個步驟跟剛剛那個部分還蠻像的 乾脆直接刮鬍自串-4 然後貼到底下來 直接ENDER就好了 好像跟剛剛一模一樣 應該是門後 然後現在是 刮鬍自串 再來公式其實可不可以直接拿來用 其實也可以 當然特別重要你可以 Ctrl C Ctrl V 或者是我剛剛是直接 直接用拖拉的 這樣也可以啦 其實有沒有選起來然後拖拉加Ctrl鍵 拖拉加Ctrl鍵其實也等同是Ctrl C Ctrl V 不過這樣好像比較快一點 因為我有時候習慣是這樣 再來的話輸出什麼東西 這個地方的話這個應該是輸出最後的結果 所以我們可以把這個地方的資料乾脆先delete掉 改成這個兩個空的好了 那只是說那我應該怎麼寫 怎麼去思考 這裡的話可能要 透過 幾個地方來說明一下 第一個的話呢 如果是Find的話 那Find在Excel裡面用就是尋找 尋找 什麼字在哪個 儲存格裡面 那假如說如果VBA的話 特別是VBA裡面沒有Find這個函數 但是呢他有另外一個函數 他叫做 Instree 就是 另外一個函數啦 所以呢 我們假如說要用Instree去取得 取代Find的話 那該怎麼做 這裡的話第一個啦 我們在這邊先 跟各位講一下 Instree的函數 我怎麼知道 其實有幾個方法 你打VBA 點下去 因為有同學說 老師我怎麼知道VBA裡面到底有 有幾個函數啊 那其實很簡單 你打VBA點 這邊都會出現 那其中的話呢 他Instree的話就I開頭 N 有沒有這邊就有一個Instree OK 那也就是說啦 這邊好像從頭到尾到100多個啦 如果你想要全部了解的話 其實可以這樣做 就是你先找 其中一個 然後請你在 上面按F1 除了說坊間的書籍裡面有介紹這些之外啦 不過好像坊間有特別 針對VBA的函數做說明好像沒有 沒有耶 好像很少 那我建議乾脆因為他官方已經有一些相關的說明 所以我建議啦 你可以記得一個關鍵 這個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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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個按鍵叫F1 F1就說明 就是直接把游標放上去之後 他就會跳出一些相關的說明 底下會介紹說這個函數是做什麼用途 然後一些注意事項 然後一些語法 有沒有然後怎麼去設定 然後回傳什麼東西 然後註解 還有範例 不過也許你現在 中文都每個字都看得懂 但是串在一起你可能都不知道在寫什麼 沒關係 知道有這個東西就好了因為 真的需要一點時間 另外的話你想說那全部的說明在哪裡 其實這邊就有有沒有你會發現這邊一堆啦 所以你如果假設想要看函式 其實函式就函數啦 其實他只是翻譯的名稱不一樣 那你可以再往上去看 就是這邊有沒有概觀 那這邊就會出現 所有的VBA 的相關函數說明 他好像有分類吧 轉換函式 你看他翻譯很奇怪 這邊叫函式 這邊又叫函數 對不對 那底下又叫函式 翻譯有點怪怪的 我覺得這翻譯不是很極的 那至少可以參考 那裡面的話呢 我是建議 如果 目前即便用不到啦 那你偶爾可以要瞄一下 即便看不懂沒關係啦 先不求聖結 至少知道有這個東西 然後 第一個 我們知道說 所以 我剛剛的那個函數 那重點在哪 重點喔 其實這個函數 假設你暫時不知道沒關係 你一定要知道 刮壺之後要放什麼東西 那其實就放兩個東西 跟fine很像 fine的話呢 是 先給他錢刮壺 再給他哪個儲存格 可是印稅剛好顛倒 先去哪個儲存格找 再找什麼樣的文字 OK所以呢 那先去哪邊找 先去A欄找 所以呢這裡的話 我們可以 先給他說 你要先到那個A欄裡面找 所以sales 刮壺哪一列呢 第I列 哪一欄呢 第A欄裡面 那你先去A欄裡面幫我找找看 找什麼東西呢 找 這個錢刮壺 那錢刮壺一樣喔 這邊 錢雙以後 然後後雙以後中間加那個 刮壺 然後後刮壺一下就可以了 好 那特別注意喔 因為這樣子的敘述方式就是說 他會找到之後呢 會告訴你 一個 那個他錢刮壺的位置 所以你必須在前面多增加一個 變數去接他 所以我這邊 假設我給他一個A好了 A等於 什麼意思呢 他就會幫我把什麼呢 假如說啦這個沒有啦 跳過去 換這個 如果他現在是第三列的話 那這個A裡面放的是什麼 A裡面放的就是第三個字 所以A裡面就放3 OK 那一樣的 同樣的道理我可以把這一行複製 然後呢貼到底下 改一個東西 改一個東西 把這邊改成B 把這邊改成什麼 後刮壺 那我就知道說呢 那我就知道說呢 B裡面放的東西了 所以喔 一樣的道理 也就是說呢 我現在 假如說是第三列的話 那 A裡面就放3 有沒有他找到 第三個字 那 B裡面就放9 因為他第九個字 OK 所以如果我要切割的話 那我就可以怎麼 一樣的道理 用MID 3加1 從第三個字 然後再 幾個字 9減3減1 不就OK 就得到這個 把它輸出 但是呢 所以喔底下 這邊我們可以寫 輸出到這邊嘛 我們可以怎麼寫 MID 因為BBA裡面一樣是有MID 刮壺 然後呢 Stream的話 資料在哪裡 資料一樣在A欄 所以我就拿 拿這個來改好了 Salesidea的 B欄 把它改成A欄就可以了 然後呢 痘點 他第一個問題說 你的字在哪裡啊 我的文字在這裡 第二個從哪個字開始 從A A是前刮壺位置 加1 A的下一個字開始喔 痘點 Next就幾個字 那就是從後刮壺就B 減掉前刮壺的位置 的下一個就減1 好那這樣的話呢基本上 我們大概就已經完成了 一半了 不過 會有個問題 什麼問題呢 如果 其實我們剛剛已經有用到Find 用改成什麼 改成E3 對不對 然後呢 MID用什麼呢 MID其實 一樣是MID 不用改 那ifL怎麼辦 什麼叫ifL 如果裡面沒有刮壺的話 如果裡面沒刮壺的話 那A 找沒有沒有它就變0 所以喔如果特別注意喔 E3喔如果裡面找不到任何的前刮壺 A裡面就放0 B裡面要放什麼也是放0 所以這邊會有個問題喔 這個A加1 0加1還是1啦 所以從第一個字 然後這邊會什麼 0 減掉0 再減掉1 那不就要負一個字 沒有那種負一個字的 所以喔 顯然這個地方 要再做一個邏輯判斷 什麼判斷 在那個ifLake裡面可以過濾掉 可是在這裡怎麼過濾喔 跟各位講一下 這個部分的話也是後面 會不斷出現的 就是說 如果 特別注意喔 假設說我要在 做這件事情之後先做一個邏輯判斷的話 那你可以在這個上面一行寫一個一幅 空一格 如果什麼事情發生 如果呢 你什麼情況下可以做下面事 就是 當A喔 A裡面呢不能是0喔 不能是0的話呢 當然等於0是寫這樣啦 不等於的話呢 特別重要 不能是0的話就是 小於 大於0 這時候空一格然後 才能夠做下面的事情 一般習慣喔 有if 前面 開頭會是一幅 那尾巴的話一定要加一個n的if 就是他結束的地方 那裡面做的事情習慣就把它縮排一下 OK 這個有點像一個閘門啦 如果你 如果你 假設像搭捷運一樣啊 你有刷卡 B就可以進去 你如果沒有刷卡 抱歉你不能進去 這個道理一樣 所以喔 這個意思就是說 當A不是0 意思就是說呢 有刮斧的前提下 特別說 這個不等於0的意思說 有刮斧喔 也就是他去找什麼 找刮斧 有這個刮斧的 他才能夠做這件事情 那沒有刮斧的話呢 那就跳過去 什麼事也沒發生 OK所以特別注意喔 這個有點像是一個閘門 那以後 程式裡面會經常出現這種邏輯判斷 請各位這個地方要特別的小心喔 好那我們來試一下 理論上呢程式 就寫完了 OK 也就是多一個這個邏輯判斷 這個邏輯判斷喔有點像是 那個什麼 這個以菲爾的道理啦 蠻像的 那只是說你可能要注意一下這個叫A 不等於0喔 因為如果 假設喔沒有這個前刮斧的話 A裡面會是等於0喔 OK這個可能要特別小心喔 那我們來看一下 那接下來的話就把它執行給各位看 這裡的話呢執行 你會發現這個就不會發生錯誤了 裡面的話跟剛剛的刮斧這個有什麼差別 你會發現優標放這裡 裡面是空的 這裡的話呢 裡面呢 就會是 他最後的那個 結果而已 不會有多餘的文字 但是如果你今天是用那個 公式的話 你會發現這個空的 剛才裡面還是有一串公式 差別大概就在這裡 最後的話呢請各位 再把按鈕做出來 所以我拿上面那個複製 貼到底下之後 我稍微把它移動一下 然後按右鍵 重新指定那個刮斧字串 把這個刮斧字串呢把它複製 直接貼到這邊啦 公式拿掉 也這樣就OK了 按下去 有沒有這個地方 就沒有多餘的文字出現 其實感覺會清爽很多 那如果你資料量多的話 跑起來的執行效率 也會比較好 OK 所以請各位試試看 剛剛的那個刮斧字串 請各位 試著把它完成看看 那幾個重點 其實我剛剛是把這個 sub 複製到這裡來 那這個也是複製的 差別只有在 中間這一段 就是a跟b 畫面先還給各位一下 試試看 那剛剛的這個程式 在雲端白板上面 其實也有 我看一下應該是在 雲端白板上面的 第幾頁呢 在第四頁的地方 也有一個sub 刮鬍字串 所以請各位 也許可以自行參考一下 齁 有